当时空交错在历史深处 每一寸光阴都回荡着百年岁月遥远的回响 当阳光洒向静谧的午后 每一次邂逅都是一场历史与未来的原点之约 大家好,我是河北日报全媒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做好服务 在附近修建了正太饭店 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 小小的石家庄村成为商业聚集之地 开始了城市化进程 我现在的位置是一个书房 但在设计之初这其实是一个客房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在修复的过程中 工人们发现在墙上有一行字 这是正太饭店的法语名称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看到它 设计团队临时修改了设计方案 把这里改成了书房 说完了正太饭店的历史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修复情况 我们脚下的这些砖 都是百年前的人们曾经走过的 每一块砖都是历史 孙中山、吴璐珍等名人都从这里走过 为了保索好这些历史印记 几千块花砖 工作人员以块块统计分类 进行修补、重铺 光着一项就用了将近半年时间 在正太饭店 不光能参观建筑 还有很多时髦的打开方式 保护一座百年建筑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活起来 让更多人走进来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人们追寻 石家庄历史的网红打卡地 一百多年前 正太饭店见证了石家庄 从乡村到城市的变迁 一百多年后 石家庄在延续文脉中创新发展 迫不迈向 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 今天在城市原点 故事依然精彩